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缺少理智的思考 往往是容易出现一些不正确的判断和行为 特别是老公的行踪过多的关注 容易小题大做 使得对方感觉非常的不愉快 产生过多的感情矛盾 导致一些婚姻的问题 容易占有欲太强 那么女性如果是感情线过于深长 同时在事业线比较长的话 那么最容易成为女当家的 甚至是成为女强人 那么感情过于深长的女性是最不适合找这种大男子主义的男性结婚 否则婚姻上是容易不顺或者是鸡飞蛋打 这类女性最适合找一个跟自己长文特点相似的男性结尾夫妻 就是说找一个差不多的感情用情非常细腻的 或者是在感情当中也是比较专一的这种人 如果是找那种大男子主义或者是说比较多情的那种男人 那就非常的婚姻生活会过得非常的累 好了 有关感情深长的女性的一些特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境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一下片头编门或者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